感谢您对Aviv Taro的支持与观赏 大众塔罗占卜不一定会符合所有人的状况 听取对应到你的讯息和建议 其他的就无需多加理会 我希望我的影片与解排对您是有帮助 有建设性的给您带来力量 而不是具有恶意或破坏性的哦 我会依据牌组实话实说 不希望提供虚假的希望或承诺 我能体谅与了解你的感受 不做任何批评或谴责 最后的决定在你 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哦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Aviv Taro 今天大家喜欢我的怪声音吗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塔罗占卜 就是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能量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用这一副牌 就是有星座的这一副牌哦 然后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呢 有没有什么这样子值得期待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哦 好那我是不是就应该废话不要多说了呢 嗯的确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前面有四组牌哦 那呃大家想要怎么样子弄呢 我想一下是我现在先抽好 OK这样大家跟我一起就是洗牌 然后我会从我看一下事业运 好先从事业运开始抽 哦你们都看到了 因为是要跟你们一起抽牌 所以跳出来的我就不拿了 OK我是要用抽牌的方式 先抽事业运 事业运的部分 OK 好 然后学业 那你今天是要问学业的话 学业的部分 然后是找工作的 接下来是财运的部分 财运 财运跟投资运 我们一起抽哦 财运跟投资运 然后最后是爱情运的部分 爱情运的话我们会就是从单身开始 然后最后是爱情运的部分 就是从单身然后暧昧 然后是稳定交往 然后还有分手断练的群组 OK 单身爱情运 未来七到十天的爱情运 然后分单身 会如何 未来七到十天 暧昧会怎么样 非常稳交的 以及分手断练的 单身 然后是分手断练练的 OK,好,所有的牌卡都已经抽好了哟 四组牌,你们来选择一个你们喜欢的牌组 然后时间轴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留言区的地方以及直接时间轴上面也会有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第一组开始咯 好,如果是第一组的牌组,我们先来看事业运的部分 哇,事业运是lovers,水星在双子座,强势位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工作上面就是你脑袋动得很快,很灵活,很有很多的idea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大量的这一种动脑筋的这种工作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A工作上面你就会觉得有很多的想法啦 沟通的话我也觉得是顺畅的,OK 沟通上面来说也是蛮顺畅的 而且甚至这个牌呢,我觉得是能够一心二 就是同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把很多事情同时完成 很有效率的,OK 很有效率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是比如说作家或什么的话 这张牌也非常的好哦 那,对其他有一些人来说的话 lovers的这张牌通常还有代表的是一个决定跟抉择 所以有一些选到这一张牌的话 你们可能在工作上面会遇到一个要必须要你要做下一个决定的一个时刻 可能是你想要换工作了,可能你是被挖脚,可能你是各式各样的,OK 可能你是要做一些决定之类的,在工作上面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可能是一个做决定的重大时刻 因为是大牌,OK 好,未来七到十天学业运的话 我们抽到的是这一张金币酒 那金币酒的话是逆位的部分哦 金星在处女座,金星在处女座其实是 我想一下哦,它是妄卫的就是 It's in its detriment,OK 是落陷的 那detriment的话代表的就是 因为它在双鱼座它会是一个它的妄卫 那所以落到它的对公处女座的时候呢 有点发展不开来的意思哦 所以也许你现在做的就是学习的东西不是你最喜欢的课啦 就是好像有点被逼的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就是你会觉得 学业上面有点辛苦啊 有点,就不是那么,就不是你爱做的,OK 不是你喜欢做的,不是你爱做的事情 然后你的才能你也会觉得 哎呀,发展不出来,发展不开 所以如果未来七到十天 就你可能念的书你可能也念不太进去啦 所以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这张牌 Nine of Pentacles通常也代表是一个 比较independent的一个状态哦 那所以它现在逆位的时候也代表的是 你会有点那种依赖啊 你就会想说啊,我不想要做这个啊 然后会想说啊,谁可以帮我做啊这种 所以也许也会有一点那种拖延症的这种状态 或状况出现哦 所以,呃,因为就不是你喜欢做的嘛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在学业方面上来说 会感觉到有一点不顺哦 不是很顺利的感觉 主要是因为就是心不在这儿 不是你喜欢做的,right? OK,好,未来七到十天如果要找工作的话 抽到的是,哇哦 火星在牧羊呢 而且是正位,OK,Emperor 这是国王的,国王的这张牌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你要找工作的话 你真的是冲劲十足哦 而且就是,呃,非 你去的,如果你有去面试啊 或你递交你的这个resume啊,whatever 你的,你的,你的,你当下想法都是 这是一种就是必胜的这种决心哦 所以你带着是一种必胜的决心 而且你也非常非常的有这种领导能力啊 呃,能力看起来是非常的强啊 所以,呃,选,我认为啦,OK,这张牌的话 呃,其实是出师有力的,OK,所以你去 不管面试啊,投履历啊,等面试啊等等 应该都还不错 但是呢,呃,如果你没有听见消息的话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能力太出众太好 呃,你知道有的时候,呃,有一些公司的话 会觉得哈,你这么厉害的人,你要来我们公司吗 为什么,你知道会有这种疑问 所以,呃,这也是可能你去面试的时候 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诶,为什么你要来我们这里工作呢 因为你看起来真的是很厉害哦 呃,非常的有活力 所以,未来翘十天,我觉得这张牌是 是很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的,OK 会,会,会,能够面试上 好哦,呃,但我觉得这一张牌也会有给人家威胁性的感觉 所以,呃,如果你是那种面试一些比较 比较竞争性大的一折的话 其实你是会带给别人有威胁感的那种感觉 或者甚至如果是长官主管类的一些工作的话 也许有其他人会觉得,呃,你这个人不简单 可能未来会不会是我的其中一个竞争对手之类的 其实会有一点点,呃,济语 就是,呃,怎么讲 济,不是济语 是,就是 不敢小看你吧,OK 以及会害怕你,会 takeover他的工作之类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条十天财运的部分 财运的话抽到的是这一张火星的Tower牌逆位 呃,未来七条十天的话 财运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啦 或突然的出现一些改变 所以未来七条十天呢,呃,财运的部分有可能会有一些 呃,破财的可能性,呃,这张牌是有一种破财的可能性 而且应该是一种,呃,不是在预期的破财,OK 不是在预期的破财,可能,呃,你要搬家啦,OK 呃,突然要搬家,可能就是你知道不喝 或者是突然发生什么事情 呃,或者是说,呃,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状况 所以未来七条十天,因为是火星哦 所以大家也要比较小心一点哦 火星呃,太冲动啦 或者出门开车啊,等等是一个表 火星通常代表是一些意外的部分 所以呃,就是特别特别要注意一些哦 然后可以让你能够避开一些危险的 就知道如果是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right 或者是,诶,你知道今天可能要出去party 或什么的,要喝酒,诶,那你就不要开车之类的 OK,所以可以做一些呃,提前的一些比预防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和投资呢 投资运很好哦 是个太阳牌呢,投资运不错哦 所以未来七条十天能够获利 所以如果你想要,嗯,不管是买啊卖啊 都非常的适合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单身的朋友 未来七条十天抽到的是这张月亮牌 OK,好,月亮牌是逆位哦 那他是这个海王星在双鱼座 所以未来七条十天,嗯,当然啦 这是逆位的部分,所以也有可能 诶,你终于面对的你的一些恐惧啦,OK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真相的部分 诶,你发现了一些事实,OK 那海王星在双鱼座呢,会出现的一些状况 是第一个,有两种情况 一个真的就是一个牺牲奉献的那种状态哦 就是诶,你就是一个比较会牺牲奉献的那一种人 那所以呢,你就是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个感情对象 你就是会整个人陷进去的这种就看不清楚哦 那海王星在双鱼座的话 还有一个是非常的浪漫啦 然后很容易受骗啦 那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呢,也是要眼睛要比较睁大一点哦 然后看清楚对对方 就是不要太快陷进去 不要太快就有一些粉红泡泡 那,呃,当然这一张牌我认为也有可能 对方会是,你是有可能出现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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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但是这个对象就是会非常的中你的一把之类的 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你就会被蒙骗的那种感觉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有戒心了 然后对方又不是我们的猜,我们为什么会被骗 那也太傻了对吧 所以一定是因为对方是,真的有某一些方面是非常吸引我们的 所以就会有点自我欺骗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啊没有关系啦,我觉得他这样子,他这个样子绝对不是会骗人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单身的朋友要比较注意 会不会被受骗的这个,或者是梦醒的这个状态 因为这个是月亮的逆味哦 所以有可能你一直在想说啊对方是很好啦 或者是你一直在幻想说啊有些很很很还不错的人啦之类的 但是未来七到十天可能就会让你看到一些就是戳破你的粉红泡泡的事情哦 好哦未来七到十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暧昧的状态 暧昧的群组的话你抽到的是这张海王 不是海王,天王星在水瓶座 那天王星的话现在是,现在摘星的话他是守护这个水瓶座的 OK,所以Queen of Swords是一个阵位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你也会非常的,你会比较属于是这种理性的哦 那还有呢天王星水瓶座的话你也会不喜欢走一些传统的路线哦 那或者是你的对象啊,不喜欢走一些传统的路线 所以呢未来七到十天有可能如果对方是你会感觉对方是不是就是占你便宜啦 或者是不好好的把一些东西就是你想要知道一些东西就是不好好的给你打哈哈什么的 未来笑这张这张牌很适合是去提出你的疑问哦 可以可以询问OK,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把主权拉回在自己的身上哦 那天王在水瓶的话也是一种比较泰然的态度 就是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因为你知道老娘或老子不缺OK,就是要有这种不要有自信的一些态度哦 那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如果你想要知道是暧昧的状态能不能进展 有一些进展的话 这张牌出现可能未来七到十天是需要去 也是一种要突破现在暧昧状态的 就是要直球对决的这种一张牌哦 好未来七到十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是稳交的朋友们 稳交抽到的是土星在金牛座哦 那金币七就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一张牌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土星在金牛,金牛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个比较精心守护的 那土星但但但但金牛的话还是算是一个土象星座哦 所以他也他金牛的话绝对是非常知道什么样子是值得以及不值得去做一些投资的 那土星也会是非常以实际面去看很多东西 所以万一七到十天其实你们的感情是比较偏实际的哦 哎我可以获得多少可以拿多少 嗯或者这个人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稳定的生活啊等等哦 可能是你们的考量但是嗯就感情的方面来说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会发生哦 就是还不错而且这段感情是值得投资的 好未来七到十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话 抽到的是这一张富的牌天王星然后但是是逆位哦 好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事情 那富这张牌也不是一个正位的没有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意向啊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分手锻炼的群组如果想要复合复联的话 这个复合复联的几率其实是比较偏低的啊 所以复合复联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跟我分享的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事业运的部分 事业运抽到的是金星在天蝎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落线 没有哦这个是一个在处于弱势位的部分 所以金星在天蝎的话 代表未来七到十天 这是事业运对事业运 还好 你可能喜欢走的是这一种 比较深层的一个路线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我会认为啦 因为金星天蝎的话绝对不是简单的 在工作上面 其实还蛮辛苦的 你可能要去追根究底啦 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侦探性的事情啦 可能会出现一些事情是 就是你想说什么的状态哦 那可能你要就也许有人出包或什么的 然后你就要去侦查调查 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等等哦 那所以如果有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现在当然我相信的是趋吉避凶啦 所以要知道会有可能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在未来七到十天之前 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可以先做预防 所以也会 会比较小 应该要比较小心一点哦 那金星天蝎的话呢 当然你比较深层啦 比较想的比较多哦 所以也许在这个方面 你也能够预防到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情发生哦 但是这张牌的话出现你可能 如果你做到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你的人际就会觉得 这人怎么那么讨厌讨厌死了 然后就是怎么这么龟猫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知道没有两全哦 你想人人都很对你都很好很喜欢你 你就没有办法做坏人嘛 你就没有办法说 你知道这个东西要小心 那个东西要小心 我要检查 检查三次这样 所以这张牌就是有一种这样的状况 好那7 of cups这张牌的话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选择很多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也有可能 有你要遇到很多很多的选择 或者是你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哦 那这个里面的话呢 有你就知道了我们刚刚也讲了 没有办法两全其美的一定会 选了这个就有其他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做选择的 或没有被选到的可能就是会不开心 那还有呢选择很多时候也要小心 有的时候选到的就是可能是一个地雷也不一定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我相信金星天蝎的话 你应该是会想的比较多 比较小心一点的哦 那如果你不是的话 给你的建议就是要小心为胜 不要太过乐观喽 好未来七到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学业运势出现的这一张水星在处女座 但是是Page of Pentacles的逆位的牌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我觉得你的 你非常的聪明 水星处女非常的非常非常聪明 而且非常的善于比如说分析啦 或者是你学习的东西你就是可以很了解很懂 只是Page of Pentacles这张牌就是感觉未来七到十天 学业上面其实是辛苦的 即使你非常的聪明 但是也许这个程度其实是非常的高啦 OK或者是说这个未来七到十天也许没有人教你啊 因为Page of Pentacles这张牌其实是一张学徒的牌哦 那他逆位的话有可能就是你有很多东西是你自己要去摸索的 所以你虽然悟性很高 可是你却没有别人带你哦 所以学起来也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哦 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怎么怎么这么困难哦 那还有一个呢这张牌Page of Pentacles 它也代表着因为是金币的金钱金币牌哦 所以然后逆位 所以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你在学业上面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 晶圆上面的一些困难哦 所以比如说你要你要你要你想要学习 可是而且你也非常的聪明可是钱不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 所以这个也是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在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还有一个呢最后 原来是Page of Pentacles的逆位 虽然你非常的聪明 可是呢你太过聪明了 反而也许会有被别人嫉妒的可能性哦 人家想说你现在是在拽什么 你懂了不起吗这种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别人反而对你好厉害哦 这件事情并没有特别的看重啊 或者是说哇你怎么这么聪明你可以教我 反而是比较以那种负面的负能量的方面去展现 所以但是我觉得那是对对方的问题 跟你这个跟你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带大的问题 所以就不要太放在心上 因为你真的是很聪明很棒哦 好未来七到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正在找工作的话呢 出现的是这一张火星在水瓶座 那这是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的一张牌 所以宝剑骑士的话呢 代表着有很多的改变 非常多的机会哦 在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呢 你要找工作的话 我觉得机会多多 而且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知道 而且清楚的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 所以你一定绝对这个跟 其实跟上一组有点类似哦 就是你会 你绝对是会去坚持自己想要追求的一些东西哦 而且非常的有活力 因为这边是火星哦 所以你你而且水瓶座的话哦 那他通常跟十一公有一些关联 十一公就是我的未来 我的梦想 所以我会在追求追求我的这个梦想 还有追求朋友啦 个人平等啦等等的一些这些议题上面 你就是会非常的有冲劲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找工作的话 你绝对是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哦 而且非到手不可 所以也是一张很好的牌哦 我觉得拿下来的机会也是挺高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财运的部分呢 未来七到十天抽到的是天王星在处女的这一张 Queen of Pentacles 好 那这张是正位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财运我觉得还不错哦 财运很好 而且天王星通常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一个星哦 他偏偏碰到了处女座 所以我觉得呃 他的这个能量或者他的stable的这个呢 就是呃 应该这样讲 处女座他还是一个变动星座 但是他因为是土象的关系哦 土象的变动星座 所以他虽然会改他的幅度 不会像其他的的那么大 那天王星是一个突发状况的一个东西 所以呃 我来一下十天呃 处女座应该我应该讲的是说他会随机应变的 在钱的管理上他是会随机应变 那Queen of Pentacles 这张牌本身的话呢 就是一张你看这上面写了 Abundance 很多很多的富裕富足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财运绝对你 我觉得你是不需要担心的 绝对是非常富裕富足 而且你非常懂得怎么样子去运用你的钱财 用钱是用在刀口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值不值得做这个投资哦 投资出现的话是这个Page of Cups的正位哦 嗯 这张牌的话代表了你有很好的一个Tuition Intuition就是呃 你的直觉很很 你会有很大很好的直觉哦 那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呢 呃 其实通常我是不太建议用直觉去去做投资啊 但是呢未来七到十天你可以先用直觉 感受一下哪一个想要投资哪一个方面啦 然后呢再可以看一下我想要是哪一个 然后你锁定几个以后再去做一些功课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你的这个直觉很好 可以让你选到不错的投资标的物 但是剩下的部分该做的功课还是要做哦 那适不适合投资呢 我觉得这张牌也是适合的哦 因为这一张这只鱼在杯子里面代表的就是一个富裕的一张牌 代表钱的意思哦 鱼在呃 这种 这种旋 算旋雪吧 夕阳夕阳的旋雪里面代表的是 呃 钱的意思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呃 呃呃 呃 呃单身的朋友们 单身的朋友们抽到的第一张 不是第一张 就这一张牌呢 是这个金星在金牛座 但是是哈尔粉的逆位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你的话 其实你是有点叛逆的 你不喜欢走传统的路线 所以也许你单身的原因是因为 我就是不想要跟人家一样啊 为什么大家觉得我就是非要好像要有一个万不可 所以你的单身应该是你你自己决定的 我不想要有半米呃 呃 不想要被束缚 那金星金牛的话 绝对我相信你是呃 非常懂得生活 ok 懂得享受的一个人哦 所以你也许也不想要被 如果你有一个对象的话 你希望是可以两个人一起享受生活 而不是互相被呃 呃对方拖累的那种感觉哦 所以你的你的想法其实是蛮前卫的 做法也是很前卫的 所以你的单身应该是你自己决定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你可能还是是处于单身 但是呢那个原因是因为你想要享受人生 你想要好好的享受你的单身的生活 好未来七到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呃或者这个也有可能你会碰到一个对象是 就是不是走传统路线 right呃比如说你看到喜欢的也许你会你会勇敢的去追求你喜欢的对象 right或者是说我们法案总而言之我不晓得有什么非常惊涛海浪 现在现在很多我觉得很很很很特别的事情可能大家觉得还好对 所以就是蛮特别的一些一些谈恋爱的方式 也许你都不介意去尝试在未来七到十天 好未来七到十天如果你现在是这个正在暧昧的话 出现的是月亮在水平做7 of swords 这张牌代表的是对方有可能现在不只是只有跟你一个人在搞暧昧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他想要多多多的看哪多多的做一些选择啦 双呃月亮在水平的话 他也是会把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情绪其实是会有一些距离感的 所以他其实不会投射投放太多的情感在里面 目前这个如果是还在暧昧状态的话 他真的就是用一个比较观察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哦 那所以你可以接受这种方式的话 那我觉得还OK 因为我们就是反而你要多方选择 我也可以多方选择我们就是都多方选择 但如果你们的想法看法是不太一样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eventually这个有可能你会没有办法接受对方的想法或态度 或这个有可能是你啦OK 对方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OK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稳交的话呢出现的是这一张high priestess 这一张是女祭司的牌哦 逆位是月亮牌 要让代表的是也是这种直觉啦OK感受啦 那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哦 呃因为这张是逆位的关系哦 所以大家不要疑神疑鬼的哦 如果你是稳交的话哦 呃有可能你你平常的嗯呃直觉都很准哦 但是就是哎这礼拜有一点不准哦 OK所以你会觉得嗯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但其实真的没有其实是没事的哦 不要自己吓自己了OK 或者是说也要小心这张牌会有有一种状况 是会用勤勒的方式哦 不管是你勤勒的对方还是对方勤勒你哦 所以呃也要比较注意用情绪情感方面去操控一些感情的东西 呃这样这样子的一个手段哦 那就是不要如果是对方这样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待 你不要被他呃不要被被勤勒到 OK或者是哎不要用其勒的方式哦 嗯好未来七到十天嗯如果你现在是想要复合复联的话 抽到这张牌是这张水星在射手座的水星在射手座 其实是一个弱势位哦 嗯然后呢这张牌又是一个权杖八的逆位 那权杖八的通常代表正位的话代表是好消息 所以这张牌呢呃不管是星座的部分 还是这张牌的逆位的关系哦 所以呃复合复联的几率其实是比较偏低的哦 所以呃而且讲话的话也有可能讲不到一块 或者是你们其实想要的可能很多的三观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没有才会没有办法之前嘛 没有办法可以继续走下去 所以呃现在的话复合复联的几率其实也是比较偏低的哦 好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的观赏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好未来七到十天如果你选择的是三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事业运的部分哦 事业运的部分出现的是土星在摩羯座的 the 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骑士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呃工作上面其实有点无聊啦 有点无趣哦但是就是稳稳的没有什么突发状况 我也需要你去解决 然后投资报酬也还不错 公司工作就是还行 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事情 在未来七到十天我觉得工作上面还蛮顺的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哦 OK甚至这张牌的话 你去你想要去谈一些什么生意啦 也蛮蛮蛮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蛮能够就是水到渠成的那种感觉 也许要花一点点时间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好未来七到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这张牌也是有受人尊重的那种feel哦 非常刻苦耐劳 好我们来看一下学业运的部分 我抽到的是这张太阳在处女座的这张金币巴的逆位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呢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学就是还是学生的话 有可能你就是对这种一直要重复做一样的事情的 你就觉得很逆 学习就是你知道不停不停的练习 然后再精进再学习 诶我不停的做反复这样的事情哦 所以也许你就会觉得好无聊哦 这怎么这么无聊 然后你对学习也会觉得 诶就是每天都做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是打从心里的不开心跟不习惯哦 那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这张牌有可能是代表的 因为是逆位的关系哦 有可能就是想要偷懒啦 想要拖延啦 OK所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 所以要比较注意一点哦 那如果你这个礼拜 比如说有需要未来七到十天有需要考试 或什么的话 这样子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你的考试哦 OK 好未来七到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找工作的部分 找工作 水星在这个Magician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找工作的话 这一张牌出现非常适合 尤其如果你想要做的是一个 不要跟创意有关啦 或者是你想要自己创业啦 这张牌其实都蛮好的 蛮适合的 但如果你是想要 当然你想要就是去面试当员工的话 也是很OK的 尤其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是跟 比如说不要跟Sales啦 Marketing啦 创意啊 这些东西有关的话 都非常的就是 录取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然后还有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想要自己创业的话 这张牌也是非常适合的哦 那其他的的话呢 因为你非常的聪明 所以呢 我觉得不管你应对 面对面试任何的工作 或者是你履历的 就头地 应该都是会听到回音的 因为这是水星 所以会有新闻 会有news 会有communication 会有沟通的部分出现在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应该是可以听得到有些回音哦 好未来七到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个是 呃 这是什么 呃 财运的部分 OK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出现的是海王星在双鱼座 他是他的强势位哦 但是海王星在双鱼座的话 在财务上面会有一点不太好哦 因为呢 代表你对你的精彩 精彩是什么 你对你的金钱哦 没有什么太大的观念哦 而且呢 你常常会觉得 哦这个人好可怜哦 然后你就捐钱了 哎呦 这个人好可怜哦 你就帮他了 所以只要有很多人做很多 就是 呃 激发了你的同情心啊什么的 你可能就会 钱就没有办法守得住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其实你在守财的部分 会有一点困难哦 会很容易就是 因为呃 谁谁谁需要什么 你可能就借 就把钱借出去了 或者是 哎呀你 我觉得做善心还不错啊 我觉得这张牌 如果你不想要 呃就是钱被骗走的话 我这张牌也是很有几率 是会被骗钱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就是悟性了别人 然后觉得哇 你真的好可怜好惨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破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部分的话 破破这样子的破财 呃的可能性的话 我真的觉得去做一些善 善心善事 因为反正都是要破财了 哎还不如把它拿去捐款 做一些善事可能还会更好一点 还可以帮助到人哦 好 神兆女皇的逆位哦 那嗯 这个是月亮在狮子座 所以未来翘十天投资运的部分 我会建议 其实这张牌出现的话 不太适合做投资哦 呃第一个有可能 嗯一样哦被被蒙骗啦 不是或者是一股冲动 然后就去了 right 结果发现根本不是你想象的 那个样子 那月亮在狮子的这张牌呢 又有可能你会因为一些面子的关系啦 right 你就会觉得啊 硬着头皮做下去哦 这样 所以呃未来七到十天投 呃投资运的部分 我会建议先暂时不要 主要是因为有可能冲动坏事啦 或者是 嗯 激将法啦 之类的哦 然后哎 让你去去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你事后可能会 又拉不下面子来 就只好就就这样子哦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投资运期 是不太适合的哦 好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像是单身的朋友 爱情的部分 抽到的是这张死神牌哦 呃有一种重生的可能性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第一个 如果你之前是有经过情商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你就会开始准备好 我要重新出发 我要开始想要谈恋爱了 谈恋爱的心情终于涌现了哦 所以单身的朋友们 你一旦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决策的话 我相信在这个冥王天蝎的这个群组哦 你们应该还蛮容易可以实现自己想往想望的一些东西哦 所以你只要决定我想要脱离单身 我相信这个是你们还蛮容易可以达成的一个愿望 那现在未来七到十天就是你走出来了 那如果你是从来没有谈过任何的恋爱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也有一个新开始的可能性哦 那或者是你有可能遇见一个非常intense的一个人哦 这个对象可能是天蝎座啦 或者是冥王很强啦 然后他是整个人会很有那种压迫感 但是你又觉得哇好有魅力哦 哦他可能不是长得最好看的那种型 但是非常的有魅力的一个对象 然后又感觉好有好有就是很有depth 很深整个人是那种很有很怎么讲 很有很有深度的OK这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单身的朋友们未来开始你的这个爱情运要转变咯 好未来七到十天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的话呢 抽到的是这一张火星在摩羯的这张 这张牌我觉得很好 为暧昧的朋友们OK第一个哦 我要先讲哦有可能有一个可能性哦 是比较偏不好的是 因为他毕竟还是是一个三号的一张牌哦 金币三所以有可能你或者是你的对象 其实并现在暧昧并不是只有跟你一个 所以可能还有其他的人 但是这张牌通常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代表是同心协力一起合作 所以其实你们的看法还蛮一致的 所以也许对方是现在还不想定下来 还想玩一玩说不定你也是一样 所以你就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好像也蛮舒服的 我们就维持这样子的暧昧状态了 好了那也有可能经过一番比较跟比对以后 的确他有去找别人或你有找还有其他的暧昧的对象 可是多方这个相处啊 叫认识以后发现他跟你或者是他跟别人 会更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啦 共同的一些兴趣啦三观啦等等比较一致 所以外交时间这张牌也蛮有几率会出现 蛮有机会会出现说 就是有选择已经出来了 有一个结论的那种感觉 ok好未来翘10天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话 我们抽到的是这张土星的世界牌 所以未来翘10天呢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可能会觉得有点卡卡的 然后或者是说感觉就是那种老夫老妻的感觉 来一直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开始有点无聊了没有新鲜感 所以未来翘10天呢我会给你们的建议 其实是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或者是曾经你们也许dating的时候很想很想去做 但却没有做到的事情 可以可以现在把它拿出来做 然后增加一下彼此的这种很有很有兴致 激发彼此的这种爱意的那种一些事情 甚至可以出国去小旅游一下 如果不能出国出国的话 在国内里面去做一个小旅行 也有可能能够增加彼此的感情 所以这张牌就是一个老夫老妻的牌 所以呢如果你很喜欢老夫老妻那也OK 但是如果你想要打破有一点点新鲜感感 再重新有爱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有点来一点不一样的 那可能要你们就要在生活里面多有一些多一些小情趣咯 好未来翘10天呢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群组 抽到的这张是这一张火星在狮子座的7 of Wands 但是是逆位牌 所以未来翘10天呢 这一张牌通常代表是坚定自己的立场 所以逆位的话代表其实是不太坚定自己的立场 所以对方想要复合复联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偏低的 因为不太确定嘛 就是I don't know 然后而且又是一个狮子座的部分 所以也有一些面子的问题 有点感觉站不住啊吃回头草或什么的 所以未来翘10天 复合复联的几率可能也是稍微偏低的 OK 好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话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最后一个群组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我们抽到的是太阳在摩羯座的金碧寺 未来7到10天呢你们能够坚守你们的岗位 而且呢如果你的工作是跟什么会计有关的话 哇你真的是能够把帐算的超级棒 而且还可以帮公司赚到钱 OK 所以未来7到10天呢 金钱上面有可能会是你的一个主题 有主周 未来7到10天 怎么样子可以省成本啦 怎么样子可以省开支啦 就是一些比较这种枯燥乏味闷闷的一些事情 当然啦这个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 比较传统派或者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新颖的一些想法想要去做的话 也有可能比较容易会遭到别人的一些反对 因为他们就觉得哈这样做会不会风险太大了 所以会比较倾向于走一个传统或安全的一个路线 所以如果你就是一个比较喜欢走传统安全路线的话 未来7到10天应该还蛮顺的 那这张白太阳在摩羯的话 也有可能未来7到10天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 我觉得哇你真的太棒太厉害了 Respect ok 所以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太强了太厉害了 可以同时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还可以节省开支 老板太爱你了 所以这张牌未来7到10天 这张牌出现的话 你也应该不会在工作上面出任何的错误 一定是非常小心的那一种 好所以这张牌还不错 未来7到10天工作运的部分 那如果是学业的话 如果你现在是学业的 这张牌出现的是水星在水瓶座 然后是这个6 of Swords 保健6 那未来7到10天呢 现代的占星 那水星在水瓶其实是一个one way 所以呢 你是非常能够统合统整 然后又能够去沟通 把很多的人一起拉进来去做 好好的做一个沟通的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未来7到10天我觉得学业的部分 你很适合不要单打独斗 你适合去多多沟通 跟你的朋友一起合作做很多事情 那6 of Swords也是唯一 我唯二 保健牌里面比较好的一张牌 代表是没有什么纷争的部分 所以外敲10天呢 我觉得也会蛮peace的在学业上面 然后呢 很忙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 或者是说 你很confused 什么一阵混乱 不晓得自己在学什么 在想什么 就是老师在教什么 或者是你学的东西 都没有听进去 那个那样子的一个时段已经过了 你未来710天 脑袋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 然后就是蛮能够把学到的东西 能够甚至拿去用 学以致用 或者是你会觉得非常的平静 然后学的东西都能够真的读进去 所以学业运我觉得还不错 那考试运的话 这张牌其实我出现也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你是能够handle考试的东西的 能够举一反三的 好未来7到10天 我们来看一下找工作的部分 出道的是这一张木星在天秤座的 这张宝剑寺的逆位 宝剑寺的逆位这张牌 未来7到10天 其实还不错啦 因为你要找工作的话 你总不能宝剑寺正位吧 宝剑寺正位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 所以未来7到10天呢 我觉得然后又是木星在天秤座 天秤座代表就是合作 那木星能够扩大这个合作的部分 所以那你要去找工作 本来就是要跟人家一起合作啊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出现还不错 如果你因为是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张牌抽到 是因为我们要看未来7到10天 能不能够找到工作 所以这张牌找到工作的 机率也是高的 而且你也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被动一点的话 未来7到10天也适合积极起来 OK 好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就是看财运的部分 财运的部分抽到的是这一张 木星在狮子座的6 of Wands 但是是逆位 那所以未来7到10天保全账6的逆位 未来7到10天你的这个财运的部分 有一点点会我觉得是会失血哦 主要是因为木星在狮子座 会太过大方 OK 第一个你有可能因为面子的问题 所以被人家一拱上去以后 啊面子下不来 非请客不客 或别人以为你真的很厉害 因为你可能穿的也就是比较豪华一点啦 或者是看起来就是很有很得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穿着打扮 然后看起来你好像是贵族 就是 第一个很有品味 然后看起来 钱应该是赚很多的那种感觉啦 OK 所以呢也有可能就会觉得对方 别人会拱一下你啊 你就觉得啊 该请客我得花钱 面子下不来的关系 所以你的破财比较是因为这个关系 面子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可以不要面子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的财守住 OK 好未来翘十天 是不是适合投资呢 投资出现的是这一张全帐一有的逆位 所以未来翘十天我觉得这张牌也是一个不适合开始的一张牌哦 因为这是逆位的全帐一代表是开始嘛 但是是逆位啦所以呢不适合开始去做一些投资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之前的一些变动的话 我觉得现在也暂时不太适合去做任何的一个 就是任何的动作啦 OK 因为火象星座也代表的是action的意思 做动作的意思 所以这张逆位的话不适合做任何的行动 OK 好未来翘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哇 未来翘十天是这张海王星的handman的逆位 OK 海王星handman的这个逆位 海王星第一个呢是这个比较 当然啦 有一些是讲的是这种消融啦 没有自我的这个界限啦 这些自我界限比较模糊啦 比较牺牲奉献啦 那这张handman的这张牌哦 他现在是逆位 所以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掉上去是一个自愿的状态 所以你的单身有可能是比较偏于自愿的部分 但是现在是因为是逆位的话 有可能不是自愿的 或者是说 所以我说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我们看一个是可能 你真的已经想清楚了 之前可能你是自愿想要单身 现在你已经想清楚了 我想要脱单 我想要离开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现在选择 OK 我不想要再单身了 所以有可能是想通的一个状态 但这个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想通 就是掉上去之前的这个 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你可能还没有想通 然后还是处于在一种比较迷茫 然后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 在爱情里面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你就是还是会很容易被别人 take advantage OK占便宜 然后别人要你做什么 你就会为了要讨好他 你就会去做很多很多的这种讨好的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去找到对象就要比较小心一点了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受对方的一些蒙骗跟欺瞒 然后付出的太多 所以这个部分反而要小心 但如果你是后面的那个状态的话 你是已经聪明了 想清楚很多事情 所以你开始会比较知道 我这个界限要怎么样子去划分 然后你是你我是我 然后你不可以叫我的便宜 所以未来翘十天这张牌 是有机会认识对象 可是你就是眼镜要好好的去分析对方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因为海旺性出现的时候都要比较小心 对方有些事情是在隐瞒你或欺骗你 没有告诉你 没有讲真话的部分 好未来翘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牌出现的话要特别小心 酒喝酒的场合 喝酒的场合 因为一喝酒你知道就坏事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暧昧的状态 未来翘十天暧昧的群组呢 我们出现了 哇又是木星 木星出现了好几次 木星在双子座 OK 今天木星出现的都是阳性星座 然后是8 of swords的逆位 宝剑八 你们的宝剑牌也好多 OK 宝剑八这张牌的话呢 未来翘十天你们有可能 终于能够挣脱release yourself OK 自由 所以未来翘十天有可能这张 暧昧的牌 应该这样讲 暧昧的群组 你可能会觉得暧昧的状态 让你是非常舒服的 OK 你会觉得没有舒服 然后没有被没有束缚 没有没有不会没有自由的感觉 是觉得我是非常的舒服的 有多种选择的 OK 木星在双子座 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选择 的部分 OK 然后 所以暧昧的状态 其实这个状态 是最符合这个 这张牌的 所以未来翘十天 你们的暧昧应该会 会维持 但是是你喜欢这样的状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是稳定交往的话 你们抽到的牌是 这一张又是一张宝剑 也是一张双子牌 太阳在双子座 但是是这个宝剑时的正位 所以这张牌因为是十号牌 那最通常十号都会代表一个结束 跟一个新的开始 Ending and Beginnings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有可能 在稳交的 OK 爱情的稳交这个 有可能 某一些 正在稳定交往的人 你们抽到的这一组 未来七到十天 有可能你会发现 这张Ten of Swords 通常有讲的是 Backstabbing 背后被插刀 所以也许你终于决定要割舍或舍弃 那而且你也知道这个结束并不是就是结束了 是其实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等于是给你自己一个放过你自己放过对方 然后而且太阳在双子的话 也有可能是有些也是面临到一个抉择的时刻 所以稳定交往的话这张牌出现也是有一种抉择的时候 那也有可能你们已经到了最低潮的地方了 所以现在只会更好了 所以也许你们之前的感情是 的确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那出现了一个抉择点 你们决定我们要不要一起 一起重新开始 因为我们刚讲的结束跟新开始 是十号牌的一个意思 所以未来翘十天就是稳交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 好那么未来翘十天我们最后来看 是这一个复合复联的群组 想要复合复联 现在是分手断联的群组 OK分手断联的群组 这张牌是月亮射手的权杖九的逆位 这张牌呢 代表的是 未来翘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断联的群组 月亮射手也是一个比较喜欢free的 比较有束缚感的 那night of wands通常讲的是说 我现在要坚持我的立场 或者就是一个比较defense的 就是 这怎么讲 防御性比较强的一张牌 那但是现在是逆位 有可能 会更有防御性也不一定 OK 那但是也有可能 我愿意降下来我的一些防御的部分 可是呢 这张牌蜜位 代表的是说 还是会有这种 就是 我 我刚刚讲的更有这种防御性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妥协 也不会放弃的 这样子一个状态 更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固执 那当然我们讲了 也有可能是反过来的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防御的机制 可能 有点松懈了 OK 然后 所以 我感觉啦 OK 出现这张牌 的 复合复联的几率 在未来7到10天 其实是偏低的 主要是因为 月亮在射手的话 是一个比较偏向 我喜欢自由一点 不想要被人家束缚的 所以 所以 比较不太适合 而在这个感情里面 至少在这个牌相来看的话 至少情绪上面我希望是可以自由的 OK 我看一下 这个前面我再回来讲一下下 因为 这张牌还有一个在稳交的朋友当中 就有Avif们呢 你们 这张牌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太nice了 所以呢 你就是被别人欲求 所以你现在 你或者是对方 会希望为自己站起来 然后去做一些就是 重新开始的这种状态 就是我不要再这么nice了 所以 会想要捍卫自己的一些 一些 一些 权利 所以 这个也是 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 开始 结束跟开始 好 所以这个就是 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